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卷入男男性爱短片遗云后 公正党妇女组今天表明立场 坚持捍卫署理主席的清白 并发动全国妇女组党员到各地警局报案 同时不认为阿兹敏需要放假 应该继续抵抗各种污蔑指控 男男性爱短片遗云来到第五天 公正党妇女组今天召开中委会后 主席哈尼扎在记者会强调 妇女组全体同仁坚决支持 署理主席阿兹敏 认为一切同性性行为和贪腐指控早有预谋 他遗憾有人利用性爱视频攻击政治人物 强调我国需要干净的政治环境 不要用肮脏手段玷污领袖 影响服务选民的工作 哈尼扎认为现在科技发达要移花揭幕并不难 有心人可能出于嫉妒 利用这事件攻击公正党 更不定时丢出影片和文件 不断的引起关注 而短片是在首相敦马委任 Latifa掌管反贪会后爆发 背后原因可能不单纯 对于署理主席阿兹敏 休假 哈尼扎不认同 因为这违反公正党原则 阿兹敏和党员应该继续抵抗 这些不实指控 他们同时呼吁通讯与多媒体部 对付散播和转发视频的人 妇女组党员也会在全国各地报案 要求警方彻查哈兹阿兹 并揪出散播性爱短片的幕后主脑 至于沙巴公正党青年团副团长比利森 影射前副主席拉菲兹是幕后黑手 哈尼扎认为不能单靠一人指控 就妄下判断 也不清楚是否涉及内斗 巴多空间正景龙巴达林在野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